马斗福音第十五章 那时有法利塞人和经师 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跟前说 你的门徒为什么违反先人的传授 他们吃饭时竟不洗手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为了你们的传授 而违反天主的诫命呢 天主曾说过 你要孝敬父亲和母亲 又说过 咒骂父亲和母亲的应处以死刑 你们却说 谁若对父亲或母亲说 我所能供养你的已成了献仪 他就不必再孝敬父亲或母亲了 你们就为了你们的传授 废弃了天主的话 假善人哪 伊萨伊亚论你们预言得真好 他说 这民族用嘴唇尊敬我 他们的心却是远离我 他们恭敬我也是假的 因为他们所讲受的教义是人的规律 耶稣便叫过群众来 他们所种植的 先到肚敬父内 然后排泄到厕所里去吗 但那从口里出来的都是由心里发出来的 这些才使人污秽 因为由心里发出来的是恶念 凶杀 凶杀 奸淫 奸淫 盗窃 妄证 毁谤 这些都使人污秽 至于不洗手吃饭 并不能使人污秽 耶稣离开那里 就退往提洛和七东一带去了 看 有一个克纳喊妇人 从那地方出来喊说 主 大位之子 可怜我吧 我的女儿被魔纠缠得好苦啊 耶稣却一句话也不回答他 他的门徒就上前求他说 打发他走吧 因为他在我们后面不停地喊叫 耶稣回答说 我被派遣 只是为了以色列家失迷的羊 那妇人却前来叩拜他说 主 愿住我吧 耶稣回答说 拿儿女的饼扔给小狗 是不对的 但他说 是啊 主 可是小狗 以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屑 耶稣回答他说 啊 妇人 你的信德真大 就如你所愿望的 给你成就吧 从那时刻起 他的女儿就痊愈了 耶稣 耶稣离开了那里 来到加里雷亚海岸 上了山 坐在那里 于是 有许多群众 带着瘸子 残肺 虾子 哑巴 和许多其他的病人 来到耶稣跟前 把他们放在他的族前 他便治好了他们 致使群众 见到哑巴说话 残肺康复 瘸子行走 瞎子看见 都大为惊奇 颂扬以色列的天主 耶稣将自己的门徒照来说 我很怜悯这群众 因为他们同我在一起 已经三天 也没有什么可吃的 我不愿遣散他们 空着肚子回去 怕他们在路上晕倒 门徒对他说 在荒野里 我们从哪里 得这么多的饼 使这么多的群众吃饱呢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有多少饼 他们说 七个 还有几条小鱼 耶稣就吩咐群众 坐在地上 拿起那七个饼和鱼来 注谢了 掰开 递给门徒 门徒再分给群众 众人都吃了 也都饱了 把剩下的碎块收集了 满满七篮子 吃的人数 除妇女和孩子外 约有四千人 耶稣遣散了群众 就上船 来到马加丹境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